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是在Chinatown叫龙苏堂Dragon Papa的小店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它那么小的店 其实它里面都可以买到很多香港独特的小吃 而且这家店很有名 连三番市市长也大占好吃 它们的小吃包罗万有 连它们的浓虚酥也有几种不同的口味 实在厉害 这里Chinatown有很多旅客都很喜欢 经过这里的时候就看里面的人做浓虚酥的过程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知道怎么做浓虚酥 现在就让我们的店主Derek来跟大家讲一下吧 是很重要 对的 我们先做转ź坏 然后就会一直打开 然后ITTRA 就是去沓虚酥 然后加入 Cathy Hadron 我就同时拉 拉到另一半 拉到包内好了 接着它能够保留至白色的洋子 一斷了一塊糖就不能玩了 所以我們拉的時候其實是很喜歡那個力度的 因為這樣看起來好像很硬 所以感覺上要很大力 其實不需要你要控制那個力度 令它不要拉斷絲才是真的 但是現在掌握這種技術的人就越來越少 因為它一來功夫很多 表面上你看好像拉糖很費時間 其實做的感覺是更加多時間 很多時候我們要做餡料才是真正的精髓所在 例如拉的話只不過有技術 你知道做得多就一定可以做到 你看到剛剛的時候也還有一塊東西 但現在已經變得好像是一條條的麵條形狀 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注意不停滲粉下去 因為避免如果你不滲粉 那些麥芽糖就會黏起來了 好像剛剛變回那個形狀 這樣就沒那麼好 吃起來的時候也會比較黏牙一點 所以我們要拉的過程 不停滲粉上去 目的就是不要讓它黏著 還有粟粉也可以令麥芽糖沒有那麼甜 現在有時候買到的那些 如果它是得量不好的那些 它很快就會黏起來了 又或者是很甜的 因為它是加了很多砂糖進去 是的 粟糖的一件事就是很注意它的溫度和濕度 這兩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 嗯 如果看到我們在這裡 為什麼要無緣無故有個箱在這裡 和又弄了這麼多門在這裡 就是因為我們要控制它們的溫度和濕度 如果太高的這個濕度的話 它那些絲絲就很容易會黏起來 太低的時候它又會軟 嗯 這個箱它有一個可以保溫保濕的功能在這裡 有時候如果大冬天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要另外再開這個濕機 即是Human Fire那些 哦 9歲做到現在都做了20多年 嘩 嘩 你這麼小時候就開始做了 接觸 或者是那時候應該叫做 因為我們家裡一向都是做這些的 我們以前在香港是接觸咀嚼的時候 就是做這些的 哦 我小時候會去檔口那裡幫忙 買啊 就是這樣 嗯 但是真正你說真真正正做 其實是我大學畢業之後 哦 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 在做完大學 然後我才接手來做我家的工作 嗯 講技巧的 即是轉轉它 因為你外面有些人 你見到他們就這樣這樣 剪斷轉它的話 它就會黏住 它會黏住鐵器 哦 是啊 你看到這些 就是C-Feeling來的 它裡面包含了芝麻 芝麻 芝麻 和芝麻 你別看這些這樣 其實這些最浪費時間 嗯 好吃的龍鬚糖 最重要的是 你的材料是新鮮和香 所以我們以前每天都是新鮮和香 嗯 包的過程應該是 最簡單的一個步驟 一般如果學的話 大概兩三個月就可以包到的了 嗯 嗯 所以也因為這個原因 如果要做學生龍鬚糖 它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嗯 你很難可以請到拍攝 嗯 嗯 對 很難可以請到拍攝 可能你學完新鮮學完 從包啊到拉啊 可能已經做了兩年 哈哈 哈哈 看看 哇 哇 我剛剛買了這個龍鬚酥 然後 要試試它的味道 我買的是 芒果味的 然後裡面呢 四顆是原味 然後四顆是芒果 我試試看 好我先試 嗯 原味的 你覺得味道怎麼樣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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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嗯 這裡面是什麼 好久沒吃了 這裡面是什麼 這裡面有花生 是時候吃那個芒果 嗯 好吃嗎 嗯 真的有芒果的味道嗎 這個很重芒果味道 超級好吃 嗯 嗯 感谢观看